莫年关 对于啃吃啃吃干了一年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 最大的慰藉无异于拿一份年终奖了 在中国历史上 年终奖又是一项自古以来的传统 至少在东汉时 就已经白纸黑字记录在册 列为制度 汉官遗中的蜡刺就是东汉时的年终奖 不同等级的官员 分别享受不同级别的年终待遇 大将军三公各钱二十万 牛肉两百斤 精米两百胡 特进猴各十五万 青十万 校尉五万 尚书三万 这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据记载东汉时三公的月份为一万七千五百钱 领一次年终奖就相当于领了一年的俸禄 而之所以有辣钱 可能是由于东汉的俸禄偏少 为了平衡文武百官们的心理偏差 所以才这么设立的 拿隔壁西汉来说 就没有类似年终奖的东西记载 毕竟同样是三公 西汉的三公月份可是有六万钱 不过由于东汉开了个头 后事要收回也没面子 所以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以高新闻名的北宋 年终奖就不像东汉那样 一发就发一年的俸禄 每年冬至 宰相书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 每人只有五只羊五单面 两单米两滩黄酒 意思意思 大家要知道 在北宋当官 俸禄是由正俸 露宿 值钱 公用钱 茶汤钱 拆旅费 除料 新炭等等各种福利组成 拿我们的包大人来说 他老人家 作证开封府的时候 身兼三职 龙托阁职学士 尚书省幼四郎中 全职开封府市 按宋史直观制和 家幼陆令提供的待遇信息来看 有人甚至计算出包大人 一年的收入大概为 两万零八百五十六贯钱 两千一百八十弹大米 一百八十弹小麦 十匹林 三十四匹捐 两匹螺 一百两棉 十五秤木炭 两百四十块柴火 四百八十块干草 把这些都折算成人民币的话 那大概是 一千三百六十七万元 年薪千万 还要什么年终奖 有时年终奖也不是以发钱为主 比如清朝就是发宝石 孝廷虚录记载 在乾隆嘉兴时 每年岁目 王公大臣都有年终奖可拿 接次岁岁平安荷包一个 比如赐给亲王的 先是一对大荷包里 装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 还有四对小荷包 装有金银八宝给一份 还有一个小荷包 装有金银钱四枚 金银客四枚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讲究 当然说了这么多 这些也都是上点品级的官员 才有的享受 要是个门房造立啥的 这个冬天 只能享受冷冽刺骨的西北风